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动差生成函数 首先我们要先介绍的是动差 K接动差的意义是什么 动差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种叫做中心动差 一种叫做圆点动差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好了 最主要是底下这个比较常用 中心动差 因为这个μ是指的是我们的min 就是我们的母体平均数 那么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动差的话是随机变数x减掉μ的k次方 这叫做k接的动差 如果k是1那就是1接动差 如果是2那就是2接动差 它的期望值的定义是这样定义的 期望值各位同学要记得 期望值就是 它的这个数字乘上它所对应的这个几率 的总和就叫做期望值 如果说这是离散的情况是这样 那么连续型的话来说 就是由负无限大积到无限大 一个积分的格式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要做density function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意义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 原点动差是指的是扣掉0 扣掉0其实就不要写 不要写的话呢 就是x的k次方的期望值 x的k次方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那么同学要记得一件事 如果k是1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就是所谓的mu 如果说它是kx是2 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记得了 如果当一阶动差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如果是二阶动差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提醒各位同学 变异数 我们最常用的计算方法就是 平方的期望值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动差其实它就是一阶的 一阶二阶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跟变异数的观念 在介绍动差之后 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 更重要的观念 叫做动差生成函数 或者是叫做动差母函数 这叫做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简称叫做mgf 这个常常用得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它是介入了一个新的 一个变数叫做t 那么期望值1的tex 这个用到了这个叫做 exponential的一个观念的话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如果把它放进去了以后 会有非常多的好处 那么各位同学继续看下去 动差生成函数 它就是这样的定义 e的txi 然后乘上它所对应的几率 间断型来说是这样写 连续型一样 这边的话都是乘上了一个tx 那么只要是这个极数 收炼 这个积分存在 我们的话呢 其实还会存在 动差生成函数 有了这个定义之后 我们后面 在计算期望值 变异数 都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那么各位同学不妨把这个定义 记下来 利用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我们可以来求这个原点动差 就是我们的期望值 来我们看看第一步 这是动差生成函数 照着定义是这样写的 假设我们对它做了一个 违分 来请问同学 如果以t为变数 对t来违分 这边这是一个数字 这边可以不用理它 我们看看对x来违分 我们是怎么违分的 照超在乘上连锁率 它会释出一个 前面的一个系数 一样的 我对这个t来违分 它就是照超 但是它会释出什么 前面的系数 会释出 违分的r4 那这边就是有x的r四方 它释出了r个x 好 做完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怎么样呢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r接的原点动差 来我们看 另t等于0 t等于0以后 我们就发现 t等于0 这边的话呢 就会不见了 任何数的0次方 1的0次方 这就是1 我们这边的话呢 这是1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原点动差了 r接 如果说我们一接的话呢 那就是mu 2接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我们再说一次 动差生产函数 只要能够写出来以后 先对它为分 然后再令t等于0 这就是我们的动差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 来我们来看连续型 连续型也是一样的 我们对它来连续为分 r次 这边的话呢 1的tx为分了r次之后 将会释出x的r次方 做完了以后 再令t等于0 把这个地方给扔掉 那么这边就是标标准准的 r接的原点动差 有了这个技巧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 很方便的去计算期望值 以及变异数 算起来的话 会比我们一般的传统算法 简单非常的多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动差生成函数 以及动差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们要知道 动差生成函数 在很多的版本里面 都称为动差母函数 那么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特别要提醒各位同学 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期望值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阶动差 那么变异数 其实就是二阶动差 减掉一阶动差的平方